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关于健身的视频 那你们在片头已经看到我的那个身材了 就可能有的人觉得很好 可能有的人觉得很差 我只是想要展现给大家 就是做一个普通人 我健身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了 然后每周是固定的一到两次的一个规律的健身 因为很多女生会觉得说 如果我去举铁 我去健身 我会不会就会变得跟金刚芭比一样 我就会不会练出很多很多肌肉 不要那样子啊 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 你们看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普通老百姓 我练了三年的身材 也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啊 因为像那种非常非常健美的身材 他们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遵循一个训练的计划 几乎每一天都在训练 甚至有可能是吃一些补计 他们才可以把身材练成那个样子 而你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一周 可能只能去个一两次的一个人 然后也就是练个一个小时最多吧 你不可能达到那种样子的 讲到健身 我觉得可以给你带来哪些好处呢 第一个就是通便 通便呢 其实就是提高新陈代谢 我是真的感觉到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 我身上没有那么冷啊 就是我的手不会那么冰冰冷的 就血液循环变好了 健身第二个好处就是 精神状态变好 皮肤变好 如果你们看过我之前有一个vlog 就是我刚刚做完运动出来 我进去做运动之前 跟我运动完出来之后 那个脸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脸色就是立马 运动完之后 虽然很多汗 虽然有点狼狈 但是脸色变得非常好看 有点容光焕发 运动可以给到你整个身体状态 给到你整个皮肤状态 是远远你的那些很贵价的护肤品 很贵价的医美 是可能都做不到的 第三个好处呢 就是肉变紧实 什么叫做肉变紧实 可能如果你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话 你感觉不到的 像我们这种 迈入初老阶段的 是已经感觉到非常明显了 我们现在经常会说 很多香港明星上了年期之后 还能够keep住 那么就是很年轻的身材跟面貌 很大一个原因就是 他们都是有规律的运动 有些人对于运动的目的就说我要减肥 我要减十斤啊多少斤这样子 那我也可以以过来人的心态告诉你们 如果你只是靠运动 只是靠健身 而不在饮食上有节制的话 基本上你的体重是很难去下降的 因为我们都说减肥三分靠练 七分靠吃 从完全不运动到开始运动了之后 你每天的消耗量就多了 那消耗量多了 就代表你要补进去的这个能量也是要多了 所以很有可能你规律运动一段时间 你发现自己胃口也变大 每天吃的东西都变多了 可能很多人在开始健身的时候 会有这种挫败感 就是说我已经很用力去运动了 为什么我都体重下不去啊 前面也说嘛 就是健身一个好处就是肉变紧 那肉变紧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让你看起来会更加苗条的 哪怕你的体重没有下去 你看起来苗条 那其实不就是达到一个 你想要的减肥的效果吗 那再来具体说一下我自己的身材 我自己原身的身材就是 其实优劣是很明显了 我的优点是 肿相对比较大一点啊 腰会相对也比较细一点 因为我妈妈就是腰比较细的 我的身姿可能相对 很多人有脖子前倾这种问题 我可能身姿会稍微挺拔一点 我的劣势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 一个是我腰长 腰长的好处就是你腰细了 但是腰长的坏处也是腿短了 然后我腿也很粗 所以我给到大家展示的 只是我愿意给大家看到的那一部分 就好的那一部分 坏的那一面我就不给你们展示了 另外一个是我六肩 就从镜头上其实还蛮明显的 因为六肩的话就会显得头更大了 我自己知道就是自己的身材 优劣是在哪里 所以我可以通过健身 怎么样把这种优势给更加发挥出来 怎么样把这个劣势 不能够说改掉吧 因为基本上是不可能改掉的 就是把它给稍微遮掩一点 首先是胸啊 那你们看过我之前那个视频 就会知道我是处在半球形 和短纺锤之间的那个胸形 每一个人都会无可避免的 受到地心引力的这个作用 导致你是不停不停的下垂的 不管是你的身材还是你的脸 这两块肉的话就是下垂的会更厉害 通过健身 你是可以把这个胸形给变得更好 就是更为提升一点 还有就是屁股啊 那很多女生健身的诉求 就是说把屁股练翘一点 我的诉求当然也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的胯并不是很宽 所以从正面看我的 就是曲线并不会很明显 但是我就是想要把后面 从侧面看 就是练的会翘一点 这样子的话可以前面翘 然后后面也翘 我只需要翘臀 我不想要粗腿 我不想要把腿练粗 有没有可能 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 你可以去看任何很专业的 健身教练的说法 都是说你要练臀 就是一定会粗腿的 无论是练深蹲还是练硬拉 多多少少练到臀的时候 你都会练到这个大腿 再说我也觉得 如果你是屁股练大了 臀部练翘了 而你腿还是那么细的话 其实会非常难看 所以我对于我来说 就是腿练粗这个烦恼 我没有这个烦恼 我觉得反正我本身腿就不细 我不介意就是粗一点 我也蛮喜欢就是欧美那种 非常健美的身材 然后下面就讲到腰 那腰我以前细归细 但是它是那种 就是很纤细 没有什么力量感的那种细 其实我会更加喜欢 就是有一点健美的身材 大家如果去看一些 像欧美一些健美的身材 它们的腰是有一个 转折点一样的 就这样子 像这种就是有一个 弯一样的这种腰 其实当它穿起衣服来呢 会更显得腰身 还有一个小秘密 就是为什么很多明星 他们说自己健身 然后一开始秀 就是秀自己的马甲线 如果当你开始健身的话 你就会很明显的发现 马甲线是最容易 最容易出效果的一个地方 只要你规律的健身 两三个月饮食控制 有一定的就是节制 你基本上两三个月 肯定会有马甲线的 就马甲线真的没有什么 可以炫耀的地方了 那希望这个视频呢 就是可以鼓励大家 规律去运动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